台南的官廟麵和鹼醉意味都最多出名 其實台南蔬麵有很多 其中一間整個西港的蔬麵酒 現在團身到第三代 將來整個大型的溫室 讓泡麵不用再看天氣 當時結合西港在地的麻油 再做乾拌麵 在他已經期間出現在經濟的市場 一來到整個西港的蔬麵酒 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型的溫室 這是也才專門用來泡麵所使用的 為了讓麵條可以充分氣收在頭 以才特別搭著這個空間 可以將天氣的影響感到最多 我們已經傳承到第三代 從我阿公到我爸爸現在有我 那我現在女兒也長大了 也快傳承第四代 那我們的特色就是說 我有500瓶的曬麵場 那76%陽光下來 然後還有通風 太陽 然後網子裡面曬的麵就比較安全 那也自然 我不要像那個機器烘乾的 但是還是要人工再翻 上面曬完然後半天的時間 有太陽我們再翻 然後正面反面都可以曬到太陽 所以能量也夠 就是吃到天然的東西才健康 亞洲亞特別加上海洋的馬油 推出只要煮九十米後可以做到的乾拌麵 亞洲亞是希望現代人在無用的生活 可以吃到健康 我現在有一種拌麵 黃金拌麵 那個西港的麻油拌麵 因為外面的麵都要五分鐘六分鐘才煮的熟 那我們的麵九十秒就可以吃了 而且是在地麻油 所以希望大家也吃得健康 現在團成到第三代的製麵場 製造的手法都尊重傳統的技術 對觸在到消費者的虛擬 他前期間宅配也有三次的生長 但因為現在宅配的文量相當的大 想要拼上的麵酒也要提早來穩定 記者林嘉義 郭博義 西港區 蔡鳳伯德